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本身都喜歡唱歌的 她的心境開朗了 還有沒有那麼多憂慮 合唱團的治療目標 最主要是希望她們第一 能夠抒發自己的情緒 在音樂裏面可以將自己 一些不能夠表達的程度抒發 繼而也希望她們 重新去康復她們的社交圈子 而第三 就是希望透過唱歌 幫她們重新地 習慣回說話 以及去康復說話的能力 唱歌可以幫助我 可以發聲 有些時候我的聲音發不出 我的嘴唇整個亂在一起 放開嘴唇 人家唱歌真的很好 初初她沒有唱歌之前 很憂慮 以及不知如何去說話 去表達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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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重新科學者 失去言語的程度 能力都很不同 你要用一個她的能力 的方法去跟她交流 而不可以令她覺得難受 我覺得好一個地方 就是因為音樂本身就是不需要完美 最深刻的是 她們可以把整首歌 差不多七成八成的句子 唱出來 在一個完整的句子唱出來 而可能你跟她說話的時候 她只是說了一兩個字 原來她是擔憂自己 說不到話 會不會按摩 我剛才說到一個不會說話 我不會發音 後來參加了一兩個歌 去唱歌團 她原來她唱到歌 唱到一些字出來 跟著船女這樣唱 她才有個信心 能夠建立自己 原來她是說到話 我不是失了聲 我雖然是中風 我不是失了聲 我不是失了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